今天回來我們再來 當市府原地同意 讓三間SRF發電信 進駐投行的科技工業區 不過三個分的時候 所以是鄉鄉宣布要出銷這個決定 其中有一個協助的進步萬 就拿起訴訟 之後經濟部在這個上禮拜 取消市府的這個初訓 所以定義是這三間協助 都可以繼續來接受 市府表示危險 也說未來的繼續嚴格悲觀 來設廠 企駅尚在通行科技工業區 設定SRF發電信 求是因為空氣污染的問題 因爲當地無關民眾反對 統市府在今年三個散佈 非至三間企駅入行的同意 不過協助保安提出訴訟 經濟部在這個禮拜 取消市府的出訓 當初會廢止SRF廠商的 狀案入園許可 最主要是因為 寄付收回貼件函 所以造成三家SRF廠商的 外務員程序已經不完備 這樣的一個溯源結果 令人感到疑害 這三間公司裡面 台灣立法在2021年開始 斷工建築起到一半 可能委員在2021年 立法開發時要不提到建設 也不斷工 當初春相是以 將立法的方式來進出 出席林文教 許可不怕之後 由經濟部向市府來推薦 春相就又申請立法 市府三個以經濟部 收回推薦行為理由 不斷工建築 以法春相不完 提出所管 不過經濟部認為 經濟部的推薦行 不是核准建築必要的條件 市府當它的 許可行也沒有固體聯名 所以說它出為理由 阻灰失敗 所以才提醒這個原來的出分 政府它有它的能源政策 不能影響我們 大潭里民生活的品質 這個三家同時 進駐我們的大潭里 那我們空屋排放總量 它絕對會超標 最後我們還是要團結 我們的李民 來向經濟部做抗議 統一府對經濟部 決定表示危險 以後好好感官 無量無百分款的管理 不過在地民眾 對這個結果是進步不完 已經準備好兩十會 會繼續跟經濟部 共同抗議 經濟部三發室 對這個案件 會用是無真是無意見 記者總括部都